中国国民党5号进行了中常委的投票 而花莲县党部8点一到就由党代表前往投票 大家团结一同选出能够为国民党扛下责任的中常委 而县长徐振伟和立委傅昆琪 也在百忙当中前往县党部投票 争取中常委的职务 国民党党代表中原村5号一早则是来到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前往投下中常委最佳的候选人 虽然身体不便 爱党爱国的精神可见一斑 包括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 理事长以及市民代表汉里美 江若林也入席前往投票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主委赞英华表示 党代表可以说是相当的团结一心 前往党部来投下中常委的候选人 唯有大家能去共事为党为国来做事 非常感谢花莲县的党代表 今天早上一早8点钟不到就有党代表 来排队 来行使他选举中常委的权力 这一届的中央常务委员 对于国民党而言 可以说是相当重要 而且这一届的中常委一任两年 也会影响到我们明年 不管是立法委员 乃至于总统选举相关的党的党务运作 因此我们大家都很慎重其事 希望能够为党选举出最优秀的中常委 承担起党在最艰困时期的责任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为什么说这句话 在国民党最艰困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中常委的候选人 乃至这些党代表 依然能够坚毅的挺起他们的责任 来挽救我们党在这个阶段 所生存的一个困境 我想这个是让我非常感佩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花蓮县的党代表 早上投票情绪非常踊跃 那么我们也看到身心障碍的我们党代表 今天那组织拐杖 能够大老远从瑞税上来行使中常委投票权 从这个地方都让我感觉中国国民党 在基层有些党代表 有这些优秀的同志在力挺 我认为这次党的资产 也是国民党真正的精神价值所在 而在将近中国的时间 现在许中尉、李伟坤奇也在板门当中 投下神圣的一票来为党来服务 李伟坤奇表示 国民党在艰困的时候选择站出来 激励争取中常委的职务 并且领为寿命 一无反过来面对傲慢的独裁 机关算监的政府 年底九合一选战 情势异常的选郡 危机不单单是国民党的胜败以及存亡 也是民主安全以及地方发展的重要环节 更是中华民国生存发展的关键一意 而这次领为寿命承担大任 加入中央选战策略汇报 为党内做选举的沟通 协调、整合、提名、危机处理等工作 更扛起被水一战 绝对反共入重则 来从政刺弃 不然反政 而这次更要团结所有的力量 找回民众的信任 为引回民主 引回台湾 引回中华民国而努力 也唯有团结一心 才能够真正守护中华民国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